来说我真的有个很重要的词作老师 他叫尹约 然后他是像有墨啊 我的大鱼 还有很多很多歌也都是他写的 我觉得就像基基老师刚才说的 有一句特别打中我 就是他是很像我们的人生的导师一样 因为我以前是非常非常非常内向 我完全不相信 看不出来 真的 但是以前我是 我会坐在一个角落 就大家不会发现 有一个新的人进来了这样一个性格 然后遇到尹约 他就说你要去用你的天赋也好 或是用你的能力 去表达你的一些东西 让一些性格和你相同的人 去走出一个他认为的 一个困境的一个环境 所以尹约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而且他也是我第一张专辑的制作人 也是第一张专辑 百分之八十的歌的作词 所以也是聊得非常非常地深 非常非常地了解我的一个人 你很幸运 很幸运 遇到这样的老师们 都是对我们非常大的福气 对 那我们今天这位庄主会是谁呢 音乐会即将开始 有请今晚的特邀时光音乐人 方文山 方文山老师好 你们好 来 您坐中间 欢迎方文山老师来到我们时光音乐会 那方文山老师您跟我们这所有人最熟的来说应该是跟谁 这个 方文山老师有跟季季之前合作过吗 《将来有》 好厉害 我以为是这首歌《将来有》 不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就是认识方文山老师就是透过杰伦很多的歌曲经验歌 然后我也是差不多时间知道 知道 觉得方文山的词写得真好 你也是听我的歌长大的 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啊 听你歌老的 我是听你歌老的 我每次看到一个朋友很开心 你好 我听你歌长大 我心情就掉下来了 因为高文山这三个字 我相信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就是觉得 都看过他的词 就觉得很熟悉的名字 但是又觉得没看过这个人很远远的感觉 然后今天终于看到庐山正面目了 谢谢 跟我们胡小夏之前有合作过吗 没有 未来 希望能够跟方文山老师吆喝 你脸都红了 我太喜欢了 真的是听着方文山老师的歌长大的 想法文山老师的歌曲